我们终于再次回来了 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现场 一家澳大利亚中小企业代表 一边忙碌地布置展台 一边兴奋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我们有两年没来参加了 现在回来的心情很激动 希望在此后几天 能见到更多中国的新老朋友 这种激动的心情 也体现在澳大利亚总理的发言中 在进博会开幕式第一天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一下飞机就激动地对记者说 我可太想你们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薄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 读懂中国故事 时隔七年澳洲总理访华终于实现了 澳洲和中国在今年迎来了第三个50周年纪念 50年前澳洲在华设立大使馆 澳中签署首个贸易协定 惠特拉姆成为首位访华的澳洲总理 此访是阿尔巴尼斯去年5月 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 他在访华前曾表示 此访标志着为稳定双边关系迈出了非常积极的一步 11月4日晚间 他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后 对媒体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可太想你们了 此外 阿尔巴尼斯还谈到了大熊猫租界的事宜 明年 往往和弗尼的租约即将到期 他说自己曾经在阿德莱德见过这两只熊猫 它们能留在阿德莱德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大熊猫也会想家 当被问及希望大熊猫留在澳洲时 是的 我代表澳洲的孩子和家庭 希望大熊猫继续留在澳洲 11月5日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正式开幕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发言中表示 澳中两国都受益于地区的发展繁荣 开放互联和平稳定 自2015年底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以来 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他说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引人注目 脱贫攻坚成就斐然 澳中关系对于澳大利亚乃至整个地区都很重要 他领导的政府将继续推动与中国的合作 因为通过对话和合作来巩固两国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阿尔巴尼斯亲自亮相进博会释放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拒绝参与所谓针对中国的脱钩锻炼行径 本届进博会上 澳洲在食品农业馆开设国家馆 总体约有250多家澳洲企业参展进博会 规模为历年之最 包括食品饮料和保健品等行业在内的 众多澳洲中小企业 正力争通过电商渠道拓展在华销售 同时阿尔巴尼斯在上海进博会澳展区 还兴致勃勃地向顾客推荐起了澳洲食品 从蜂蜜到牛肉 再从龙虾到葡萄酒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总理连续拿起两只澳洲大龙虾 不停地吆喝着过往的行人 当了一回货真价实的推销员 他表示会努力让更多世界一流的澳洲产品 出现在中国的超市货架和厨房的餐桌上 根据海关总署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1月至9月 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双边贸易额 为1.197万亿人民币 增长10.2% 同比增长4.4% 对华贸易额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并且还在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在农产品方面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了价值31亿澳元的小麦和其他股物 而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5亿澳元 以大麦为例 今年8月 中国决定正式对澳大麦取消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当月第一批5.5万吨澳大利亚大麦及其运前往中国 借此东风 两国于今年10月达成一致 澳出口中国的葡萄酒会采用相同的流程 在此期间 来自南澳大利亚的头部农业企业 BECO Australia与中国合作伙伴光明木叶签署了价值1亿澳元的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未来10年内 BECO Australia将向光明木叶每年出口 2万吨优质的澳大利亚燕麦甘草 该合作的达成预示了中澳双边贸易动态的积极变化 尤其是在近期取消甘草进口贸易限制之后 在四草方面 我国进口的燕麦草主要来自澳大利亚 长期以来 澳大利亚在农业领域广受认可 拥有绿色和干净的生育 这里的土壤具有低消酸盐 低甲水平的特点 产出的燕麦甘草是奶牛消化纤维的优质来源之一 同样 中澳关系缓和之后 中国赴澳游客数量迅速上升 成为继新西兰之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地 留学教育一直是中澳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一大亮点 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显示 2022年有近62万名国际学生在澳接受教育 中国学生占比排在第一位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 中澳关系在此前一段时间遇冷 令澳企蒙受重大损失 至阿尔巴尼斯去年5月上台以来 顶住了来自澳大利亚国内和美国的压力 致力于推进两国关系稳步改善 一年多来 我们可以看到中澳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此次访华的时间点和细节 都是在访美之前宣布 体现了他自己的对华外交思维 我们再把视线回到中澳关系上来 中澳关系的基石是经贸关系 无论是农矿产品 初级产品还是服务业 中澳经贸其实一直非常活跃 贸易量也屡破新高 通过经贸关系来巩固加强中澳关系的改善和提升 这是阿尔巴尼斯此次参加进博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展望中澳关系未来前景 一方面要看见机遇 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种种干扰因素 比如来自澳国内反华势力的压力 再比如来自美国的警告 与中国打交道是有风险的 美国不愿见到中澳关系改善 有意干涉阿尔巴尼斯政府的对外政策 前不久阿尔巴尼斯在访美之前 先明确对中国的访问安排 说明他已经预判到访美期间会遭遇来自美方的压力 在小编看来 一方面澳大利亚与美国是有着 安格鲁萨克逊血统的天然同盟 也是五眼联盟成员 因此澳方依然将澳美同盟 视为澳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石 但另一方面 阿尔巴尼斯政府也在展示某种独立和自主 希望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 达到利益最大化 但这如何实现仍待观察 另外我们也能看到 在有些情况下 美国拉帮结派并不奏效 或者说盟友和伙伴国家是有不同利益考量的 以澳大利亚为例 阿尔巴尼斯上月访美之行几乎空手而归 尤其在他原本最期望能有所收获的两个议题 奥库斯和所谓的关键矿产商 前者由于美国国会议长人选争议 拜登只能对澳大利亚核动力潜艇计划表示口头支持 为付出任何实际行动 后者是近来美国制造的充满冷战意味的概念 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卡脖子 然而且不说这对澳方环保和成本构成挑战 还可能严重反噬国内经济 接下来美国肯定会对澳大利亚提各种要求 令其充当大国竞争棋子 澳大利亚还愿不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 相信澳方会有自己的判断和智慧 进博会上参展的外企负责人们也纷纷表达了 自己对本次大会的看法 并强调他们对中国经济以及在华发展前景的信心 中国是一个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市场 他们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腾飞 也对未来的机遇充满了期待 中国的老朋友印尼总统佐科在演讲时表示 进博会是印尼和中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 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 印尼和中国经贸关系逆势发展 印尼和中国产业互不兴强 印尼棕旅游 咖啡 燕窝 热带水果等优质特色产品 通过进博会平台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 连续五年参展 我们对在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们充分感受到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国作风 我们见证了进博会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也见证着中国如何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 注入强大能量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中澳两国还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合作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